一死兩傷的車禍意外 昨天晚間宜蘭三星鄉 一輛資源回收車 沿途停靠收物品 沒有想到當時才剛起步 沒有多久 卻突然偏離車道 自撞電桿 整輛車還因此翻覆進田裡 導致六十三歲駕駛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送一搶救之後 仍然宣告不治 家屬悲傷地說 本來再過兩年 他就要退休了 沒有想到現在卻是天人永隔 夜晚駕駛開的車 突然偏離軌道 持續向右行駛 差點撞到電線桿 不過閃過第一個 閃不過第二個 只見車子直接朝電線桿撞上 瞬間車窗玻璃碎裂 車身也側翻 畫面一片混亂 另一個角度來看 車輛幾乎完全沒有踩煞車 就這樣直直撞上電線桿 車身翻覆到農田 造成駕駛傷腫身亡 早上有去急診 因為他腰不舒服 中午還在跟他一起吃飯 晚上就接到電話 不幸死亡的逢信駕駛 是三星公所 清潔隊的資深隊員 原本再過兩年就要退休 但二九號晚間七點五十一分 他開著資源回收車 行進宜蘭三星鄉 上降路二段時 車子突然偏離車道 致狀電竿 駕駛不幸身亡 車上另外兩名隨行隊員 藝人骨科開刀住院中 藝人則輕傷沒有大礙 據了解當時資源回收車沿路停靠收取回收物 但才起步不久就偏離車道 自撞電竿 經收鞋檢驗後 確定駕駛沒有酒精反應 到底事故如何發生 有待檢方相驗領情 記者李柯彥一覽報導